这个区域 第四排这位女士 关注的是中国将如何保证一带一路的实现 对沿途国家和世界又有是意义 谢谢 一带一路作为中国的倡议 中国的方案 但是它并不是一个排他的 而是一个包容开放的一个合作建议 它不以任何国家的选择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作为标准 而是秉承着开放 包容的原则 凡是有意愿参与这一合作的国家 地区和区域组织 都可以秉承共商 共建 共享的原则 参加这一个合作倡议的发展 这个一带一路的建设在2015年将是一个关键的一年 我们已经和沿线许多国家已经规划 就实施的一批项目进行了很好的磋商 有些已经正在推进当中 有些正在规划当中 我相信2015年在一带一路建设上将会有一个很好的起步 那么中国呢 前头发起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中国呢 设立了400亿美元的四路基金 中国的商业银行 商业机构 保险机构 和沿线各国的商业机构和商业金融机构 和有关的基金 都将为呢 一带一路的建设呢 提供金融方面的支持 中国有引起来的AIIB 中国有引起来的AIIB 中国也有引起来的SILK